在西域岛东岸有一处二坎传统聚落 是台湾最具历史风暴的聚落之一 也是国内第一个传统聚落的保存区 二坎聚落中的陈家古厕目前也是国定古迹 一起跟着我们的镜头到澎湖来体验另外一种玩法 澎湖二坎当地的陈家古厕是非常传统的闽南式建筑 而目前这里也是国家的三级古迹 在当时这里的孩子都称这里是大间处 走进陈家古厕它是一般名家的三倍大 已被称为领邦纪念馆 是两兄弟陈领陈邦到台湾学中药 依景环香盖的大房子一盖就是十八年 古厕外观的时钟提醒后代要守时 时钟上的老鹰是寄望后代展翅高飞 屋檐上的南瓜台语称金龟是取其谐音希望多金的意思 澎湖二坎除了陈家古厕整个二坎聚落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历史文化的地方 这里也是国内第一个传统聚落保存区 保存一个高厕是不简单 一年一很好都可以去 但是要保存一间高厕有定量到下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在上位机关的公布面 地方人士很有心 祖协进会推动保存工作同样也带动了观光人潮 很古老 很漂亮 特别 这里就很漂亮 然后又很有那种文化气质那种感觉 保存文化不是只保存古厕 还要能传承老人家的智慧 二坎学堂就是古早的学校教大家饮食作对 另外还有包歌馆反映生活百态 包歌是二坎的流行音乐也是在地的乡土文学 在我们澎湖的包歌里面 它的包不是在包奖 它是一个动词 但是你说过来 它是有一个互相的 来到澎湖除了信水享受离岛风光 记得来一趟二坎 这里有台湾最具历史风貌的聚落 而且每一间古厕都是一间博物馆 记者许刊事许正俊 澎湖报导